阿勞漢有兩種 一種叫做會解脫 一種叫拒解脫 那麼拒解脫就是定跟會都得解脫 那會解脫當然就是 它只有會 定還沒得解脫 就是定的層次 它沒有定 可以說沒有根本定 要知道定跟會都有煩惱占蔽它 所以不能陷起 如能陷起 就從這一些障礙而得解脫 經中時常說到 離貪欲者心解脫 離無名者會解脫 那這是說 依會力的正入法性 就是智慧的力量 這種功德力 正入這個法性 無名等占得解脫 法性其實就是無我了 契入到無我 諸法無我 那麼也就是諸法的空性 那麼無名等占得解脫 就不會再執著有我 不會執著有我 不會執著有我 無名就是我見 所以一定的極盡力 這個是會 那麼一定的極盡力是貪愛等占解脫 這個是會力跟定力 那麼如世間的外道 也能離欲界煩惱得初殘 它這個禮它不是究竟禮 它是短暫 就是扶住而已 它並沒有斷 你到了社界 你一定是扶住欲界的煩惱的 社界有四個層次 就初殘 二殘 三殘 四殘 離初殘得二殘 離二殘得三殘 離三殘得四殘 那麼離了四殘 就上升一層到無色界去 空無邊 四無邊 無所有 非響非響 就這樣 所以色無色界加起來 是有八個層次 那我們叫做四殘八定 那麼你初殘就有初殘的貪愛 二殘就有二殘的貪愛 所以叫色貪 到了四殘以上有無色貪 一樣是貪愛 它只不過把它分色跟無色 層次不一樣 已經不同的層次 就好像浴貪跟色貪是不同的層次 浴貪是感官的 那麼色貪是精神的 心裡面的 那這個是感受的 這不一樣 那這個無色貪又更高一層了 它基本上是異色界的 它不是一樣 那所以這個離異界煩惱 那麼你還要離色界煩惱 然後最後還要離無色界煩惱 其實煩惱就是貪愛 這裡最重要是貪愛 所以遇貪 色貪 無色貪 就是無意的貪愛 然後還有這個色界 基本上就是這個喜樂 主要是色界主要是心的喜樂 那欲界只要是感官的吃清 無色界基本上已經進入到 那麼心意識的那一種激進 但是它並不是煩惱 並不是涅槃的那種激進 不是 所以它空無邊 色無邊 無所有 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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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是心的一種層次 那它這裡講色愛等盡 得無色界的空無邊 你空無邊貪也是一種貪 那色無邊 無所有到非響 非非響 它外到最多到非響 非非響 不能離非響 非非響 所以它還是在這個貪愛裡面 只是它這個貪 貪的比較高級而已 那麼有一點像 比如說這個狗喜歡吃大便 那有一些狗不吃大便吃蛋糕 蛋糕比大便高級 但是都是貪 類似像這樣 你看 它只處於那個境界 那凡夫最高最高就到非響 非非響 它還被這個非響 非非響的貪 這個煩惱束縛住 如果你把這個煩惱斷掉了 那麼就出三階了 最高到這裡 所以它說不脫生死 它說你只要有貪 它雖然離了欲界 離了色界 到非響 非非響 但非響非非響這個貪 它一樣是生 生之後有死 死了之後 它還會墮到欲界去 還會墮到欲界去 它也不是說 非響非響 然後往下掉 非響非響掉到空無邊 空無邊就掉到出彩 出彩就不是 不是 那上身有可能一跌一跌 那下身是直接掉到欲界 那麼在佛地址的修正上 如約少分收 都可說有這定與會的解脫 如一 那外道就沒有 外道定也沒解脫 會也沒解脫 那麼如果說定解脫 它基本上就是 無色界的 那麼暫時掙脫了色界的束縛 色界的視財 暫時掙脫了五欲的束縛 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說定都是服煩惱而已 只有會才能斷煩惱 如一未道地定或七一定 而發無漏會的斷煎到手斷後 都可說有此惡意 就是定跟會都能得解脫 那一般來講拒解脫 就是說定會都得解脫 那如果是說 但是會解脫基本上 因為這個牽涉到對定的定義的問題 他說 曰斷煎到手斷後 斷三劫 煎到手斷後就三劫 就斷生劫 那麼多可說有此惡意 如曰全分來說 就大大不同 如修到阿羅漢的 以會立斷劫 無明為本 我劫 無明就是我劫 所以無明為本 為根本 生死的根本 那意思就是我劫為生死根本的一切煩惱 那是不消說 大家都是一樣 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五種七種 六種九種 還是兩種 一般就是會解脫 拒解脫 所有的阿羅漢都一樣 都是把我劍斷掉了 甚至出國以上的 都是把我劍斷掉了 都一樣 那這裡只要是講阿羅漢 如意定義的修得自在來說 就不一樣 那這裡就開始分所謂拒解脫跟會解脫了 那他說 如意未到地定 未到地定或未知定 莫出禪而得阿羅漢的 就於出禪或二禪以上的定章 不得解脫 就是禮意未到地定 得得的 這個一般叫會解脫 一般我們講定 前面講過了 有九柱星 有九次地定 那麼九次地定裡面 有所謂的 一般講四禪八定 初禪二禪 三禪四禪 公無邊 私無邊 無所有 非響非非響 然後一個面鏡定 這個是九次地定 那面鏡定是聖者定 前面的四禪八定 非響非非響是不能得解脫的 因為定力太深 所以只有前面的七種 就除了非響非非響的四禪八定 可以引發無漏灰 所以叫做七一定 那麼你依這個 他說 依未到地定 那麼或初禪而得阿羅漢 那當然他依初禪的阿羅漢 當然初禪 初禪的定帳就沒有 那如果你依二禪 二禪的定帳就沒有 你依三禪 你已經到了三禪 當然你就沒有三禪的障礙 到了二禪就沒有二禪的障礙 所以他說 你依初禪的阿羅漢 就以初禪或二禪以上的定帳不得解脫 如果不是 說你依未到地定 意思就是你依未到地定 就以初禪的定帳不能得解脫 依初禪就以二禪的定帳不能解脫 依二禪就三禪的定帳不能解脫 其實是這樣 因為你就到二禪而已 你到未到地定 你初禪的 你初禪的這個瓶頸還沒突破 你到了初禪 二禪的瓶頸沒有突破 但是你依初禪 你就引發無漏匯 就把無名斷掉了 或是你依未到地定 你就引發無漏匯 一般是依未到地定得解脫的 叫做匯解脫 那即使能得四禪八定 也還不能徹底解脫定帳 為什麼 還有一個非想跟非想 所以如能夠得孽禁定的阿羅安 無論是會還是定 都得到了舊情解脫 因為得到定會的全分離帳說 稱為拒解脫阿羅安 所以拒解脫阿羅安是有孽禁定的 一般我們就這樣說 就未解脫 拒解脫 這個未到地定 未至定 這個是一般來講這個是預界定 那色界的就是四禪 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無色界的 空無邊 四無邊 無所有 非常微微響 空無邊 四無邊 無所有 非常微微響 那你一位置定 而引發無漏 這個是會解脫 一般來講這個會解脫 你一出產 二產 三產 四產 空無邊 四無邊 無所有 非常微響 那麼你超越了這個 超越了這個到滅禁定 一般來講這個是凡夫的 滅禁定 超越了這個定帳 你看 這個叫做拒解脫 那這個是會解脫 那也可以 有些也可以說 比如說你如果一出產 二產 如果這個是撒五分 一般來講 如果他這樣講 這個都是要把這個超越了 就是主要是超越這個人 那有未到地定得解脫的 一出產得解脫的 一二產得解脫 一三產得解脫 一四產得解脫 一這個無所有處 空無邊 四無邊 無所有處得解脫 非常微微響不能得解脫 非常微微響不能引發無漏會 但是你到了這裡 你要引發無漏會 要退到這邊來 或是你超越 他基本上是 你這個可以引發無漏會 這個可以 那這裡還有一個中間定 那麼你這個可以引發無漏會 這個可以引發無漏會 這個可以引發無漏會 你到這裡不能引發無漏會 所以這個叫七一定 那一般來講 如果你要引發無漏會 你要不超越得滅禁定 要不就是退到無所有處 或是退到四產來 這個是比較容易引發無漏會 那一般來講就是 他退到四產來引發無漏會 那如果他超越了 那麼得滅禁定 那麼這個就叫拒絕脫 那這個還沒超越在這裡 他廣義的來講 這個都可以叫會解脫 那這個還有差別 因為你得了滅禁定 但是他在這裡可以引發 引發神通 那未到地定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得神通 沒有辦法引發神通 那出產 二產 三產 四產 這些都可以引發神通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如人各種滅禁定 無論是會還是定 都得到了救禁解脫 因為得到定會的全分離葬的時候 就是完全 圓滿的 稱為拒解脫阿羅漢 如果從這樣講的話 如會正解就近而不就近解脫定葬 就成為會解脫阿羅漢 所以如果這樣來看的話 從這裡到這裡 那麼他基本上就叫做會解脫 如果是從這樣來看 那麼你要得到面禁定 就是要超越非響非非響 要不然你這個障礙都沒有去除 你沒有超越非響非非響 得面禁定 那麼這個都是有定葬 但是雖然是這樣 他也是得解脫 他也就近解脫了 沒有 就是 雖然他沒有到非響非非響 但是他也這一生晚了 就不會再輪回了 所以生死苦果 依慧正法性 就是依你智慧氣憂這個無我 那麼而得到解脫 所以定律不得就近也沒有關係 也因為這樣 所以出席大政 主要是以智慧般若為主 甚至後來有說到 這個不休聖身的禪定 主要是以智慧為主 那麼阿羅漢的定律是潛生不等的 所以可分為好幾類 那麼最解脫的阿羅漢 不消說是能得六通即三明的功德 其他的阿羅漢 凡人得四根本才的 都能修發三明六通 就是說一般來講會解脫的阿羅漢 如果只是味道定定 他一定沒有神通 就是沒有神通 但是如果有四根本才 四禪八定的 他可能有神通 就是能夠引發神通 所以他說凡人得四根本才的 都能修發 所以能夠修學而引發三明六通 六通是神進通 一般我們叫做神足通 但是基本上他神進通是十八神變 十八神變就是這裡說的 他其實就是主要是三大類 就是變大變小 變多變少 一個可以變好幾個 那麼小可以變 小可以變大 變一條蟲 變一條龍 變來變去 變形 那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他可以瞬間移動 忽然在東方 忽然在西方 那麼忽然又在南方 忽然又在北方 忽然在空中坐著 忽然就到地下 反正他可以瞬間移動 移形幻影這樣 那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他可以改變物質 出水 出魔 可以讓石頭變黃金 南黃金變水 反正就這樣傳入 那麼這個瞬間移動 可以傳牆壁 可以怎麼樣 這個都可以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神通 他都在神進通裡面 其實神進通包含滿管 那一般我們講 目見人神通第一 他並不是所有的神通都第一 因為我們講神通有六種神通 那肉進通是一切阿羅漢都有的 即使是會解通阿羅漢也有肉進通 肉進就是煩惱境 阿羅漢已經斷進煩惱 那其他的五種神通 目見人的神通第一 主要是指神進通 就是他主要是指神進通 那因為如果他神通第一 阿羅漢天眼第一 他天眼通第一 所以目見人就不可能天眼第一 所以這個目見人的神通 主要是指神進通 但是如果真要比起來 目見人的神通其實還不如蛇利風 這個在阿罕經裡面其實也有說到 目見人神進通他瞬間移動 但是有一天目見人就是阿釜達龍王 就是龍王要見 希望能夠見到蛇利風 就是他去找佛 然後希望能夠說他能夠見到蛇利風 可是那個時候蛇利風正在補衣服 那佛陀就說好 那請目見人去請蛇利風過來 那目見人就用神通過去請蛇利風說 這個佛陀希望你過去一下說 這個龍王那麼他希望能夠見你 那蛇利我看了他一下就說好 那你先走 我等一下就到 他要補衣服 那這個目見人就說 這個世尊再請你過去 請你馬上過去 那如果你不趕快過去 我就用神通 那把你連你衣服 連這個石頭 都在石頭上補衣服 整個移過去 他有這種能力 可以移動物質 那蛇利風說那你移看看 移不動 慢慢移動 結果木見人想說這樣他就先回去了 結果木見人還沒到蛇利風已經到了 所以一般來說 木見人雖然神通比例 但是其實他如果真的要跟蛇利風比 其實他可能還沒有蛇利風的不然 蛇利風是號稱智慧的題目 但是主要我們講到 我們講到這個神通 神靜通 天眼通 天有通 他心通 宿命通 跟肉靜通 那神靜通 我們先來一一一看 神靜通 變多為一 變一為多 基本上就是能夠變 變大變小 變一變少 變多變少 其實很像這樣 還有陰險至戰 山河石壁都不能障礙他 入水入地 還能領空來去 這個主要就是瞬間移動 穿牆都變方 其實就是一下子 後來在哪邊 後來在北邊這樣 那這裡還有說到鎖摸日月 其實一般來講就是 他能夠快速到一個地方而已 當然他還可以變大 當然我們講說鎖摸日月 還是熟 太陽那麼大 他哪一個夢夢 但是一般來講只是說 他能夠快速到一個地方 天眼通 能見出又見細 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他還可以身上出水 上面出水 出淹 出青淹白淹 類似像這樣的 阿羅漢有時候陸內版都會先 先視線這一些 天眼通能見出又見細 見進又進言 因為我們凡夫 其實他的天眼有時候超過天人 每一個天人的天眼能力也不太一樣 每一天不一樣 天眼通能力也有一些差別 那一般像我們只要一張紙蓋著就看不見了 一個牆壁蓋著就看不見了 那人的眼睛基本上只能見到什麼光樸裡面的 那麼超過這個光樸我們看不到 那每一個動物其實也不太一樣 像老鷹的眼睛就看得很遠 我們看不到人那麼遠 有一些可以看得很細 我們看不到人那麼細 我們是超過哪個光樸能量都看不到 紫外線看不到 紅外線看不到 像蜜蜂好像可以看到紫外線 那所以這是光波 波長我們只在一個範圍裡面 聲音也是 那每一個動物的這一種 這一種看的能力不一樣 那每一道有情看的能力不一樣 那所以他這裡講天眼通 見粗見細見近見遠見明見暗 因為我們明看得到暗就看不到 近看得到遠就看不到 粗看得到細就看不到 見表面又見裡面 一個盒子我們只能見到表面看不到裡面 一樣的意思 尤其是能見眾生的夜色 就是能夠知道這個眾色 因為夜也有色 但是一般人看不到 就是說你的善夜 所以有一些他能看你就知道 你死後會到哪裡去 或是你從哪裡來 或是你怎麼樣 那你現在照了善夜惡願 其實他看不到 他知道 那麼知道來生是升天或弱惡去 如果你不改變 那麼依你這個夜就好像 有一點像醫生看到你的病 你的病的病色 顏色 你如果不趕快治療 你可能會怎樣 會怎樣 怎樣 所以他知道 因為每一個人照的夜都會留下那種痕跡 就好像你受過的傷 或是你吃過的東西 會讓你身體呈現出某一種反應 那所有的夜他都有這種 叫做夜色 那麼你有天眼 那有些他知道 那天眼也有能力 也有這些差別 就是天眼的能力有差別 有些眼知道一次 有些眼知道兩次 我們講到夜色這種 有些眼知道三次 不一定 所以你看那些外套他也有天眼 他在那邊打中有天眼通 看到這條鈕 三次都做了 他可以看到三次 人可以看到兩次 人可以看到一次 那一般像坊間 各國都有 有那些有靈通的 他基本上 有些不是自己的能力 有些是旁邊有小鬼跟他說的 有些是有天人跟他說的 他不一定是自己知道的 那你像有一些他算命的 有時候他眼睛看不到 或是怎樣 但是他算得很準 那麼他也有些不是他有天 或是他能夠知道因果 三次因果 你過去生造什麼會造什麼業 他有一些並不一定是他修得的 而是說旁邊有人 有這些小鬼或是神明跟他說的 讓他知道 有些都是這樣子 但是天也就是自己知道的 自己修行知道的 這個就不一樣了 所以他知道來生是升天或落而去 所以看這個人就知道了 因為有夜色 天耳通能近處遠處聽到種種聲音 能聽了人類的不同方言 就是你聽到這個聲音 即使在不同的原理他都知道 他能夠辨別 就算動物的聲音他也能夠辨別 如果有天耳 就是一隻螞蟻在講什麼話他都知道 而且聽得清楚他可以知道 如天與鳥獸的語言也都能明瞭 就是這些聲音的音波到他這裡 他都能夠知道 轉換成都自然知道轉換成他所理解的 這個我們在科技上也可以 就是說光像我們的光纖或是聲波 到這裡轉換成 其實同時聲音也是這樣 一種聲音傳到他人去 然後轉換成你聽得到的聲音 就變成我們一般的正常聲音 然後影像也是 你看那個電視接收那個波到這裡 就顯現一個影像 一樣的道理 他說他心通 現在是他心通 他心通知道他眾生心中所想念的 這個跟聲音影像其實也一樣 因為聲音是聲波 影像可能就是那一像光波 有些是波場 顯現去不同顏色 我們的心念也有一個頻率 一樣有個震動 世界都是震動的 不同的震動而已 那麼講到是那個子子電子都在震動 我們的心念 你有一個心念發散出去 它一樣會震動 那麼這個在哪裡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就是科學家在用顯微鏡 觀察那種微生物的時候 那麼觀察者的心不一樣 你看那個微生物它會有不同的變化 就會依觀察者的心念 所以有些像這個植物 你不但對它散發心念 你這個心念的面波 也會影響這個植物長得好不好 會 日本的科學家用水來做實驗 你散發好的念頭跟不同的念頭 對那個水的結晶沒有影響 那個其實就是一種念力 念波 他心方的人他可以感受到這種頻率 然後轉換成他的心念 他知道他在想什麼 就好像聲音 如果是外國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他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話 如果他不懂中文的話 但是我們為什麼知道 經過意識轉換知道的 學習來 那裡面一直有一套系統處理這個 所以這種事 他只是一種音頻而已 他只是一種音頻而已 我們叫音波 但是經過我們學習轉換了 我們就知道了 然後念力的也是這樣 他那種他心通他就有能力 接受你的心靈就知道你要講什麼 他可以清楚 這個是他心通 宿命通能夠知道眾生過去生 這個就是天眼通主要是知道未來 宿命只要知道過去 剛才講天天眼只要是知道未來 死後到哪裡去 宿命通是過去生 他不太一樣 那照什麼業 從哪裡來 漏盡通 漏就是煩惱 知煩惱的解脫情形 知煩惱已經 是否已經徹底斷經 因為如果你沒有斷經 你認為你斷經 那你就什麼 你就要真上漫 你就是還沒 你還沒斷經 你認為這個就是斷經 這個你就不能和解脫 不能糾情解脫 所以這個也很重要 那一切阿羅漢都斷經煩惱 所以他一定有肉性通 有沒有斷經 有沒有徹底斷經 他一定知道 所以六通中的肉性通 是一切阿羅漢所必有的 那其他的就不一定 那層次也不一定 所以其餘的五通 要看修訂的前行而言 這五通不但佛地只可以修法 外道也有能得五通的 外道得五通的也很多 佛陀過去生也做過五通心人 那很多外道也都有五通 甚至我們道家這些像五動兵 那麼這一些八仙 他基本上也有五通 也有五通 但是沒有樂性通 他也有五通 雖然說六通不外 但手之手見也有廣辭不同 所以天眼有天眼第一的 這個神通有神通第一的 神足通第一的 就不一樣 那為佛才能就進 阿羅漢即使拒絕脫的 他也有限 但是神通再怎麼厲害 都沒有佛的厲害 那每一尊佛都是真正圓滿究竟 阿羅漢還有淺身大小的不同 像舍利佛這一種算是厲害了 大家色這一種都是厲害的 木劍林這一種 這叫做大阿羅漢 那有一些阿羅漢沒有水通 像這個大架色要結集經典 那麼規定一定要三明六通 一定要三明六通 那阿蘭那個時候還沒鎮阿羅漢 他就不給他參加 那麼而且規定他 就是你一定要在關門以前 結集經典時間到了要關門了 大家不能出去 你要鎮阿羅漢 不然你就不能進來了 結果這個要結集經典之前 阿蘭鎮了阿羅漢 大家是訪問已經關起來了 阿蘭說 跟大家說 我已經鎮阿羅漢了 我去參加結集 大家是說 那你從鑰匙孔進來 你既然已經鎮阿羅漢 你又神通 因為他是三明六通才能去參加的 未解脫阿羅漢也沒參加 所以你既然已經鎮阿羅漢 你自己從鑰匙孔進來 阿蘭才進去 那所以這個解脫就是 即使是神通也有大小 那有些阿羅漢是沒有神通的 他說六通的前五通是通於外道 有些外道也有神通 但三明是阿羅漢所專有的 明就是六通裡面另外別出來三明 就智慧的 天眼明 宿命明跟肉進明 這個就是天眼宿命 肉進三通 但在阿羅漢身上徹底就近 所以又稱為明 這個明就是知其蘭 知其所以蘭 尤其是天眼跟宿命 那麼若進明 若進通 其實阿羅漢都是有的 那就是若進通 那天眼跟宿命 就是說外道 我們舉例來講 就是外道有宿命通 有天眼通 他知道這條牛 過去三生都做牛 死了之後升天 那這個表示他有天眼通跟宿命通 但是他不知道這些牛為什麼 這條牛死後為什麼升天 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 這條牛死後會升天 這條牛三世都做牛 但是他不知道 三世都做牛為什麼死後會升天 他以為 因為他們也知道夜報 所以他認為牛造什麼業 牛沒造什麼業 牛就吃草 通常他認為像牛這樣的吃草 就可以升天 那看狗升天也是這樣 像狗這樣的行為 像狗吃大便就可以升天 所以有牛戒 狗戒 他看什麼道路都有 那所以他是知其蘭 知道他三世都做牛 知道他死後會升天 但是不知道他做牛是過去的惡業 造了什麼惡業 升天是三世以前造了什麼善業 善業成熟 他不知道這個 所以叫做知其蘭 知道他三世做牛 知道他死後升天 但不知道他是因什麼業做牛 因什麼業升天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所以他說阿羅漢身上徹底就近 所以叫做梅 天眼是能夠知道未來 宿命是能夠知道過去 而且知道是知道這個業果 而不只是知道他升天了 他是他怎麼樣 就好像說你只看到這個人都不賺錢 都有錢花 你都不曉得他這麼多錢 他以前是怎麼賺來的 就是類似像這樣 所以他知道整個業果的情形 所以他這裡知道漏敬名以外 特別說這兩同為名 就是對三世業果明瞭的重現 那漏敬就是現在的煩惱都斷信了 那麼阿羅漢有這樣的殊勝功德 所以是世間的上福田 最上的福田 所以叫應貢 應受人天的恭敬供養 阿羅漢應貢 殺賊無勝 殺賊就把煩惱都斷信了 無勝就是不會再淪迴 無勝就無死 就不會再淪迴 這是最後一生 那這是阿羅漢的三個意思 明進橫不動 如日處晴空 一切世間行 不然如連話 好 那這個再講到阿羅漢的功德 再舉兩個P 來讚嘆阿羅漢的功德 第一個 正而阿羅漢果的聖者 以智慧斷禁了所有的煩惱 所以是明又禁 禁是清禁 明是光明 在觸對一切禁界時 可以橫不動來說明 那麼這用它現行來講 我們凡夫面對到一切禁界 都是起貪稱吃的 不是貪 不是撐 就算不貪不撐 也是吃的 所以阿羅漢的功德有六橫柱 六橫柱又叫做六常柱 這個在阿涵經裡面 我們先把下面的文看 他說這個什麼叫做六橫柱呢 就是六常柱 在建設文生 等六進起用時 起作用了 那麼通常 恆常是不苦不樂 舍心住正念正治 那什麼叫做舍心住正念正治 不苦不樂 這個就是不動 心不動 不會為禁界所動 那意思是什麼呢 在觸對六進 就是心 跟陳詩合而生 觸 這個叫觸對六進 那麼或是合意的 喜歡的 或是不合意的 不合自己意 不喜歡的 不會因其而起貪 起稱 一切利欲得失 在聖者的心性上 是不受外境所轉動 不能防心解脫 未解脫 俗語所說的八風吹不動 這個就是阿羅漢的禁界 好 這個我們稍微講一下 這個阿漢經裡面 我們講雜漢來看 他有幾部經在說這樣的一個信心 這裡講的不能防心解脫 未解脫 這叫做六常珠 這叫做六常珠 這叫做六常形 這個是三三九經 雜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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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見色 不苦不樂 捨心住 不苦不樂 捨心住 就是心不住於這些境界上 苦樂的境界上 正念正知 就是這裡講的捨心住 正念正知 有沒有 我們叫正念正知 耳聲 耳對聲 耳對聲 其實它是眼耳鼻子的聲音 眼跟色 耳跟聲 鼻跟香 鼻跟香 另外 蛇跟胃 所以就是這種不同的 言耳鼻子的聲音 色聲相會 促法 聲跟促 聲跟促 然後意識跟法 基本上是意跟法 然後它寫意識跟法 好 意識跟法 不苦不樂 捨心住 正念正知 一樣是這樣 這個是 首先是眼跟色 耳聲 不苦不樂 捨心住 正念正知 所以這裡叫六橫珠 其實就叫六長形 所以這裡叫六橫珠 其實叫六長形 那這個是 三三九經是六長形 那前面就講到 所謂的貪生痴 三三六經 三三六經絲 對這個 六根對六成 那其實是合在一起講的 三三六經絲 它叫做六喜形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三三七經是六幽形 喜幽舍 就苦樂了 六幽形 那三三八經是六舍形 那這個其實就是喜幽舍 其實就是苦樂的境界 這個喜是 喜是你順境的時候 心歡喜 這個是逆境的時候 這個順境就是色身香味是往前進 那這個是逆境的時候 那這個捨病不是說你沒有貪生 捨掉貪生 不是 這個是一般的境 不苦不樂境的時候 不苦不樂境的時候 但是就是像我們看到這個牆壁 我們也沒有貪 也沒有撐 但是我們有吃 那我們看見這個一般的境界 你也沒有特別喜愛 也沒有特別不喜愛 這個就是捨 這個捨並不是 我們捨煩惱的那個捨不是 不順不逆 如果是順境 這個是逆境 但是他這個不順不逆 不喜不憂 並不是他沒有煩惱 他一樣是不親近的 他愚痴的 他一樣是直取的 就不順不逆境的時候 所以講這個之後 那麼再講到六場型 就這個主要是針對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是這樣 那修行他必須在境界上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一般我們是會起煩惱 那你要必須知道 你通常在哪些境界起煩惱 因為每一個人執著的地方 每一個人常起煩惱的地方不一樣 那訓練就訓練這個而已 所以他講到 他說 聖者的信心上到了阿羅安 他已經不受外境所轉動 出國 惡國 三國還會喔 但是三國 五一的境界 不能動他的心 因為他已經離遇了嘛 他出國 惡國還會 到了阿羅安 所有的境界都不能動他的心 所有的境界都不能動他的心 那所以他說 聖者的信心上不是外境所轉動 不能防 不能妨礙 他就是他心解脫 會解脫 俗語所說的八風吹不動 那八風就是我們說的 力酸悔欲撐積苦樂 大比佛薩論是怎麼講的 大比佛薩論他寫八風吹 他是這麼講的 就是我們說的力酸悔欲撐積苦樂 他叫做八四法 八風叫做八四法 八種四千法 一個叫做力 第二個叫做無力 我們叫做酸 應該寫這樣 第三個叫做欲 第四個叫做非欲 第五個叫做戰 稱讚 第六個叫做悔 悔傍 第七個是熱 第八個是苦 那一般我們就叫做力酸悔欲撐積苦樂 就比較好積 積就是積毀 一般我們就是八風 力酸悔欲撐積苦樂 在大比佛薩論他其實就是這樣講 他其實是一樣的 他說這個就是阿羅漢的禁見 這如經上說 這個是雜案二五四經講的 他說六路促常堆 不能動其心 心常鑄堅固 地觀法生面 然後前面是這樣說的 這個其實是佛 我們知道佛去度二十億 二十億有一位很用功 他自認為在佛地址裡面 要精進的 算精進的 修行的 他一定是其中一個 但是他怎麼努力都不能正過 所以他想說 既然我這麼用功 也沒辦法正過 那我可以回家還屬好了 佛知道了 就把他叫過來 說你是不是這樣想 那佛就教他 然後跟他講了一些法 後來他震阿羅漢 佛給他舉了一個P 然後他依這個佛所說的 就說了一個禁 所以這個也是他解脫的禁 他就這麼講 就講這個 講到阿羅漢的這些境界 第一個 他就順著佛的話說 第二個也是他自己解脫的境界 所以這個也是 這個是二十億有一的解脫 他解脫後說出來的 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他這樣講 也是依著佛教他的 佛跟他講的這個P 然後他真正也震得了這個境界 所以這個就變成他的解脫的這個境界 猶如大十三 這個是佛度化 佛度化二十億兒的 引用的P 四風不能動 四邊來的風都不能動 那這個在比喻我們一般的人 常常為境界所動 有時候一個小境界我們就氣得不得了 然後或是動得很厲害 那阿羅漢出國二國三國還會動 但是是微微動而已 不境界不一樣 但是阿羅漢是完全不會動 完全不會為境界所動 那麼所以四風不能動 色身相位出 即法之好惡 這是恩相位出法 不管是好還是不好 那麼後面就是這裡的 就是接著後面這邊叫做六路促常堆 不能動其心 後面就是接著這個書裡面的這四句 心腸鑄堅固 地觀法神明 那這個是二十一爾說的 但是它是依佛的教會 那麼說的這是禁 所以在面對境界的時候 要很能夠看住自己的心 阿羅漢是可以完全不動的 那我們沒辦法不動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你在動 你有動的多厲害 動到什麼程度 這個你至少要知道 好 那麼時間到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那後面有幾個P1 那這個P1是大制度論的P1 我們下次再來講 佛以這個春夏秋冬 那麼這大制度論裡面 以春夏秋冬的太陽 比喻凡夫 出國 惡國 三國 阿羅漢 各有不同 好 下次再來說 好 大家合掌合相 願以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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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及於切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 多謝 多謝 多謝